这次被对方盯住了 对方两个人来盯马云文 马云文他在前排是打两轮的两点呼 他需要在二号位自己被飞 被快上面有比较强的个人突破的能力 对方也知道中国队是以快为主 两人定 主张队这个防守 防守不太好 就被飞了 古巴队在国内呢 没有自己的职业联赛 那么他们这些球员呢 是来自排球学校 他们排用的是精兵战略 选一匹苗子在排球学校里 我还得一直压住中国的一分 先处理一下 无功过往 短平 漂亮 现在魏秋月和两个复工的配合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默契 对 这个二传和两个复工的适配的情况比较少 对复工也比较舒服 其实对于12号卡尔登龙这个篮网的应该再错一下啊 因为他老是打这条小级线 所以篮网呢就应该有所调整啊 因为赛前练和布置肯定是拦住他的这个中直线 但是老打小级线呢 应该有意的错一下 太尔登龙刚才这个斜线防得不错 反击机会 真有力量 打到头上 他手没避露 他两手中间打到头上 今天王一梅挨了两下 中国队叫了暂停 落后两分 再快一点 这第一 就让你现在 他们几个 看你看看你的头 看得比较清楚 你只能看过前面 出没有 然后你给马上的 球太低了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就太后位的球 再打出来 罗队他 薛明 短明 二号位 来 把他往后跑 让他打 叫他 一二跳 他就被客气了 他就被客气了 中国队这段的篮网呢 不怎么奏效 那么如果还这样打的话呢 应该调整一下人 因为昨天薰力打得不错 篮网呢 所以对这边力气比较大 王毅梅这个球 还是处理的比较巧 一个掉心 他那罗有点大意 不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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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也出现,转得漂亮 打在对方来往手上借出键 中国队抓一个反击的机会 追成了15拼 18队还是依靠2号位 10号克莱格尔的进攻 基本上是16比15领先1分 10号克莱格尔的进攻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呢 古巴队是这一战 这两战比赛打得很强 那么他们虽然在队员,在人员上有所调整 但是新上来几名队员 还是不常有实力 而且身在调节奏非常地服务 那么有意识着呢 今后呢在世界女排这个舞台上呢 一个新的古巴队员 一个新的古巴女排 中国的平滑开 李娟斜线 小鞋线把球打死 对方复弓没过来 李娟打得不然裹着 哎呦,查理过的后攻 他真有实力 推进选手完全是一个该打主攻的人 应该打主攻的人来打副攻 原来好像有一号鲁伊兹的时候 他不打这个后攻 那看来这个鲁伊兹一退以后 他也在找自己的位置 古巴队换上来 一号萨拉来发球 他的发球呢 这次比赛 也是一次替谷上场 连多过七分啊 对,在第一场对多米吉加的时候 就是在河南 还是拐一个直线 这球是不是扣球出界 真敢打 这球插着球往下 古巴又是一个篮网得分 所以我们现在呢 你看英娜的高度矮 所以他老是打点 那么找机会才发力 在主攻位置上呢 确实比较实贵 换他的目的呢 是接好遗传 但是像刚才这个遗传也没有接好 然后去压力的话 这个区域稍微大一点 你往后他一下 走啊 你看你后去 如果他这个球很高 现在是 其实呢 我也看到了 很多这个球迷在给中国女排出主 我觉得大家首先来想一想 谁还能够接遗传 这个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教练 队员啊 这个排队界的老队员 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 现在我们的主攻线呢 并不是非常完美 但是确实底下没有人能接遗传 对 有也不多了 其实我能够想到上海的合情 可以试一试 但是也有教练说他的遗传也不过硬 而且合情的年龄好像也 他也偏大 80人到40人 你要比李娟合情再小了 这个88到90的 其实只有贿若其一个人 对 遗传还就是 你觉得他还可以练练 也不是说现在就够水平 对 其他的有很多这个年轻的主动手 国内的主动年轻主动 确实说的不客气 练着不用点 肯定不行 对 我们现在联赛呢 有14只女排队伍 那么一个队有两个主力 主攻的话 一共和28个人 等于从28个人呢 要给国家队表辱 也是有出场大的难度 看见这28个里头 能接在队里接主攻